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18日 今天是星期四 來到香港時間星期四的晚上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們這一節想 跟大家研究 iBank Investment Bank 投資銀行 簡稱投行 投行 對著中國大陸 還有現在的國際局勢 現在 投行 也要宣佈是投行 簡單來說 他們沒有辦法 無力回天 曾經有一段時間 中國大陸 大搞戰狼外交的時候 曾經 有很多人 是完全 不想跟中國大陸為敵 原因很簡單 因為 跟中國大陸合作 整個西方 將資本注入中國大陸市場 中國大陸大搞金融 泡沫經濟 大家覺得有錢賺 很開心 你說一句你好 李孝 我們又說一句 鬼佬學英 學中文 一段時間 大家覺得 學中文很平常 未來的發展 全部在中國大陸 再配合中國大陸國家的機器宣傳 好像使得這件事 已經變成了事實 正當大家在做這個美夢的時候 有人 有人就要大搞這個鬥爭 實際上 這個人 可能 是救回全世界 因為他告訴 全世界 這個中國大陸 絕對不是一個會乖乖的 坐下來跟你發展經濟的一個政權 這個當然是習近平 所以現在投資銀行 是要付出 慘重的代價 我們這節跟大家一起揭露 華爾街終於要夢醒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記得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大家記得繼續幫忙支持 我們是會繼續 一直跟大家繼續揭露時事 一直 是要揭開中共 和港共政府 最不想你知道的事情 事實上一直以來都證明我們的工作 和我們絕大多數的說法 當然不能夠 100% 因為有些時候也是推測 有些時候可能也有一點主觀願望 但是絕大多數 我們對時事的評論和分析 是建基於客觀的現實 你對世界越是了解 你越是能夠準確判斷 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聽眾 有些時候 他們會覺得 自己看東西的境界是不相同 這個就是我們節目最應該達到的效果 我們有一班人看東西 絕對已經跟藍絲和五毛是不再相同 這個對於香港的未來來說是很重要 還有香港人的未來也是 我們依然是深信 中國大陸 這個習近平政權 到最終是一定會被瓦解 一定會有這一天的 而且這一天可能根本不是很遠 所以大家繼續給點心機 繼續等下去 我們做好準備就可以了 有些東西 是我們可以控制 雖然有很多東西控制不了 但是盡自己努力 彭博也報導 這件事 華爾街的大鱷門 華爾街的巨頭 中國大陸 金融市場 終於 重新 要大開放 派了三年紅利 現在正在醞釀 要在中國大陸 大規模 財源 當中包括高盛 高盛 摩根史丹利 摩根史丹利 等等的這些 是大型的投資銀行 他們 發現在中國大陸根本沒有辦法繼續經營下去 其實我們很早都知道 其實差不多都說了兩三年 我們也 不是要去做占卜 事實是很簡單 習近平政權 在你的眼前 就是不斷 做盡這些事情 在中國大陸 的民企根本無法生存 中國大陸國家控制的國企 也是極盡貪污 但是為什麼這個地方 的公司和股票 會賺錢呢 為什麼是他們賺錢 不是世界其他地方正常經營 正常運作的地方賺錢呢 其實你想一下就知道了 這個一定是 有問題 一定是有 謊話在背後的 謊話 就是有一大群 的金融大鱷 還有一些會計師 核數師 幾大會計師行 不斷幫中國大陸有問題 的 企業 還有他們的帳目 是不斷幫他們背書的 只有 因為有人串通 才可以有那麼 腐爛的人 不斷叫做跑出來 簡單來說 就是真的叫做做馬 你對球難得如此 還想拿世界冠軍 還要跟你說 打贏了 MMA冠軍 其實就是中國大陸的情況 其實我早前 也看過 早幾年 看過很多 中國大陸報稱 大搞這個就是擂台 中國大陸版MMA 在世界各地請了大量的格鬥 明星去中國大陸拍片 他們 不外乎 全部都是擺拍 全部就是跟你說中國功夫 怎樣打贏這個叫做老外 打贏這個鬼佬 打贏這個MMA冠軍 打贏這個日本雙獲壽 你買到泰國拳王 實在是正常的現象 甚至乎我看過 有波球走去大陸打比賽 然後報稱波球打輸給你 其實你看到這個狀況 你也知道波球真是不敵中國大陸 的哪一個部分 當然不是你 凌厲的低數 低數就是下段踢 而是不敵人民幣 一疊人民幣 車落波球的臉上 滿天星斗 然後就KO了 大家都知道 中國大陸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一大堆投資銀行 會計師 核數師跟你說中國大陸的企業 很有前景 會大賺錢 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家在合作 製造的謊言 而 只不過是沒有人去踢爆 你在香港 你更加覺得這些謊言 是沒有辦法被揭破 因為 在你身邊 首先有大量的藍絲 大量的五毛 本身香港其實就是一個 五毛的地方 香港人能夠覺醒 其實近乎是奇蹟 有大量的媒體被中共操控了 天天跟你說國家國家國家 發展發展發展 錢呀錢呀錢 人民幣人民幣人民幣 在你身邊 大家回憶一下 不是我說的 在你身邊發生的 這十年 全部圍繞著我剛才所說的東西 買樓 人民幣 博學 上市 借錢 發大達 來來去去 其實我們全部人就是做了 韓國瑜的Fans 彷彿好像做了高雄的市民一樣 當時韓國瑜 到最後說穿了競選做台灣的總統的時候 還有就是高雄 當市長 來來去去 就是淺錢 一搭錢ICE 塞到你的臉上 這個真是叫做空洞無物 中國大陸可以 發這個 60兆美元市長大夢 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因為她用錢 和金融泡沫買了華爾街 回來 隨著這個局勢變化 真的要謝謝習近平 習近平擺明居馬 是要和你美國反台 是要犧牲一切中國大陸的經濟 也 民企不用至於做生意 我也很想問 你說投資中國大陸 我真的很想問 是不是真的叫做核酸上市 還是中南山上市 還是骨灰鵪火葬牆上市 這幾年 除了這個業務有得做之外 你告訴我 到底中國大陸有甚麼生意 到底摩根士丹利 還有這個高盛 是不是要 將這個中國大陸的國家火葬牆上市 跟你接下來說 大把人死了 接下來會翻20倍 是不是要這樣 到底中國大陸有甚麼東西可以上市 沒有東西可以上市的時候 那些所謂金融泡沫 金融投資 搞槓桿 啤殼 發債券 有甚麼做 你都沒有業務 除了做核酸 所以根本沒有得玩下去 而且 在可見的將來 根本完全看不到就是習近平打算改變這個極度 暴力 的極端路線 難道搞農業上市嗎 跟你說退林橫耕 然後 農田上市 真的會相信的 腦袋也有問題 不過不要緊 以前就是造假 樣樣跟你說數目問題 其實大家有常識也知道是這樣的 但是沒有辦法 身邊信謊 跟你說謊的人實在太多 你被迫 要加入喪屍群 現在 投行決定 不玩了 預備要從中國大陸 正式預備要撤退 開始計劃就是裁員 我們也相信 他們就不會那麼決絕的 跟我們英國政府 那個首相差不多 要跟你說要保護經濟 他們又會用其他 堂而皇之的理由 跟你說 我暫時不玩了 市場不行 我們縮減人手 縮減人手 縮減人手 就是一個 核心 全部撤退 為止 這個 報導也說 這個是在轉動一個法夾案 所有的大型投資銀行 全部都在 徹底 要檢討 到底現在這個中國政策 到底在中國大陸做生意 以及搞投資 到底這個策略 應該要怎樣改變 其實就是不用想 就是掉頭走 所以 永遠都有機會 中國大陸 就來玩殘自己了 終於讓我們等到這一天 好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